一件小事,鲁迅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已转眼已经六年了 齐尖尔文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 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 唐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 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脱开 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 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 一路几乎欲不见人,好容易才固定了一辆人力车 叫他拉到S门去 不一会儿,北风小了,路上浮沉早已刮进 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 刚进S门,霍尔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到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 一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接过来 车夫已经让开倒 但一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 所以终于兜着车把 进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一定要在一个大金斗,跌倒头破雪出了 一扶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 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 便很怪她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她说,没有什么的 走你的吧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 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掺着臂膊立定 问一说,你怎么了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 装枪坐实罢了,这真可憎恶 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 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愁愁 仍然掺着衣的臂膊,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我有些诧异,盲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住所 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 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 觉得她满身灰尘的后颖煞事高大了 而且愈走愈大,需仰视才见 而且她对于我,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 甚而至于要炸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脂了 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 直到看见分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吧,她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地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圆 交给巡警,说,行医给她 风拳捉了,路上还很静 我走着,一念想,几乎怕肝想到自己 以前的事故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圆又是什么意思 讲他嘛,我还能裁判车夫吗 我不能回答自己,这是到了现在,还是时时即起 我因此也时时杀了苦痛,努力地要想到我自己 几年来的文质武力,在我早路幼小时候所读过的 死于诗云一般,被捕上半局了 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 有时反更分明,叫我惭愧,催我自心 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